仅靠一根吸管在大号水箱里生存可能吗 普豪狗哥挑战水箱逃生 触使装备只有一只吸管 水箱里的水位会持续上升 狗哥需要协同队友铁柱来辅 与丧彪进行各种任务较量 只要获胜就能为狗哥赢得逃生工具 挑战时间没一小时 成功坚持到最后就能获得百万大奖 挑战开始 第一关两队需要用吸管运送水装满杯子墙 双方人马都自信满满 三人使出洪荒之力一顿猛吸 水箱里的水位持续上升 狗哥只能用小吸管不断排水 该说不说这是排了个寂寞啊 另一边红蓝两队都完成运水任务 咱就是说丧彪这废活量属实可以 一个人就碾压了蓝队俩人 蓝队挑战失败 狗哥的水箱只能再次进行注水 辛辛苦苦用吸管排的水 这下全掰瞎了 第二轮比拼 红蓝两队在冰水池中寻找钥匙 优先打开水池边的所获胜 丧彪和铁柱优先入水 两个大汉瞬间被动的呜呜叫 没几分钟铁柱就扛不住的跑出水池 来福立马接力进入水池中找钥匙 而另一边的丧彪已经成功找到钥匙 打开第一个锁 你镖哥不愧是你镖哥 这找钥匙的速度没水了 丧彪很快就打开三个锁 蓝队的铁柱也被丧彪刺激到了 紧随其后打开三个锁 此时双方都只剩下一个锁 来福灵机一动让铁柱引开丧彪 他则快速找到钥匙后打开最后一把锁 成功获得胜利 不愧是你来福 鬼惊得很大 蓝队为狗哥赢得了小水管一只 狗哥试图用红吸方法排水 但是水管的长短还是不太够 他只能继续一嘴巴子一嘴巴子的排水 最后的第三关 两队通过水枪击球 累积近球数高的队友获胜 丧彪拿着水枪精准控球 直接给蓝队上演了帽子戏法 接连进了三个球 这可把水枪里的狗哥挤坏了 立马就是一顿场外指导 在狗哥的指导下 蓝队成功进球 结果开心不到三秒 丧彪再次连进两球 眼看狗哥快要被淹没了 蓝队开始奋起直追 铁柱接连进球将比分拉到5比5 接下来是最关键的赛点了 莱福再次申请对战丧彪 俩人一顿疯狂出击 双方各进一球 第二个赛点 铁柱接替莱福出战 铁柱果然是有两下子的 他拿起水枪精准打击 一口气打击两颗球 成功拿下比赛 为狗哥赢得中号水管一只 狗哥悬浮于水枪上开始不断排水 此时挑战时间仅剩最后一分钟 在队友的加油打击下 狗哥成功坚持到最后 获得百万大奖 获得百万大奖